每周三晚上总有一堆回收纸 这样被围绕着 看似亲近的大多数 原来也会藏着意外 保特瓶是年轻人最常消费的饮料 国中生跟着奶奶做回收 更懂得约束自己 就是比较不会乱丢垃圾 然后也会提醒同学 不会乱丢垃圾 永中夜间环保镇 设在永和国中 三十多位环保志工各自分工 来这里做就是说 今天回去我今天要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 环保就是救地球 也是让我们比较亲近 十多年好默契 每周聚会新欢喜 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 陈春熟叶世春台北报道 是 manifestations上的 别人的转发 澄清 咱们 谢谢大家